今天的節目將帶您去看60元就可以吃到的米其林小吃 高雄超人氣鴨肉店 排帶酒都甘願 全台最狂的加熱滷味 不管買多少 超級大臉盆 無限加菜 不用錢 才能超佛心水餃 顆顆紮實飽滿 一顆只要2.5元 酸菜白肉鍋吃到飽 只要350元 韭菜盒子 豬肉餡餅跟滷味 通通讓你無限吃 高雄嚴城區有一家鴨肉名店 開業至今超過了65年 2022年還獲得了米其林必比登殊榮 傳統口味只賣銅板架 所以每到用餐時間總是門庭弱勢 不管是在地人或是觀光客都會大力推崇 而且Google評價有9000多則 4.3顆星 而一般的鴨肉飯都是切絲切丁 這裡則是霸氣的鋪上好幾塊的後切鴨肉 肉感十足 鴨皮還帶有煙燻的香味 鴨肉多汁 不甘柴 再拌上肉燥更是油潤噴香 好吃的程度讓人不遠千里而來 排在酒 都甘願 來 你要什麼 半大油飯搭的 內用嗎 內用 現在外三桌 兩小肉 鴨肉 這兩碗湯26桌的 6塊 鴨肉它那個味道那個咬起來 就是有那種肉感然後又很新鮮 前前後來吃20幾年 每一次來高雄我一定會來吃 連人區有很多開鴨肉的店 那是為什麼這家永遠都很多人排隊 是因為我覺得它有它特別的地方 它不會太油 那個鹹甜也做得剛好 高雄這一間超人氣鴨肉飯 用餐時間總是一味難求 常常還沒開店 排隊人潮就從店內一路排到旗樓轉角 連觀光客都莫名而來 從哪裡來 香港 今天吃的感覺怎麼樣 它的分量很大 加了滷肉在裡面的時候 鴨香還有那個鴨油在裡面很對味 我們是新加坡來的 我們昨天有來 那我吃過了就蠻喜歡 就今天又回來了 那個味道很好 讓人讚不絕口的美食 是米其林推介的同版小吃 Google四顆星以上的好評超過9000則 傳承至今已經第三代了 飄香超過65年 是在地的知名老店 因為我們鴨肉飯的特色就是 不像外面切丁 或是一絲一絲 我們是直接切片 一片胸肉 然後一片翅膀肉 然後跟排骨肉 在鴨肉飯裡面 就有三種不同的肉去配肉 招牌的鴨肉飯 CP值超高的 將近七八片大塊的厚切鴨肉 鋪在飯上 光是用看的就覺得霸氣十足 鴨肉帶有煙燻的香氣 肉質多汁不甘柴 店裡獨創的鴨乳飯 淋上肉燥 擬人的滋味 勾人食慾 讓人忍不住一碗接著一碗 而要做出這樣的美味 鴨肉的挑選就是關鍵 我們這個鴨都在 七十幾隻鴨肉燥得好 冬天鴨比較不會怕冬 就胃口比較好 對 比較大隻 也比較肥軟 如果冬天怕熱 熱就沒有胃口 它就比較散心 當中不夠就不可以鴨 突然就多吃虧了 鴨就變老 所以冬天鴨最低的 比較沒有油質 比較燥 選擇三斤半到四斤左右的 鴨肉質加 嫩度最適中 要先經過慢火吹蒸 才能讓鴨肉保有肉汁 而且Q彈 大隻的做鴨 因為你大隻的 油比較厚 油比較有 小吃的蝦肉 蝦比較厚大隻 好兩三分鐘的時間 大隻的鴨也多少時間就夠 所以我們要給大隻先 那穿上鴨要穿上鴨酒 換鴨 普通的話應該減下這也會啦 問題的鴨子肥瘦濃� 會影響水煮的時間 美中燉鴨的湯色 當然也就不盡相同 一切全憑經驗判斷 這隻鴨真的很好吃 因為看它的整個形狀 肥嫩度 還有包括毛細孔 我們看的都是多方位 這樣子看 我自己在吃都是吃這一塊 但是還有沒有水肉 做這一塊 不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有味道了 要把鴨肉做出特色 就要靠最新鮮的食材 吳弘志每天不厭其煩 清晨五點就起床備料 數十年如一日 鎮鎮鎮鎮 就生怕壞了老爸的招牌 吳登珍是鴨肉店的第一代 今年已經88歲了 只見他飽到未老 每天還是堅持來店裡作證 很辛苦 沒辛苦 你騎腳踏車那裡 你騎腳踏車那裡 騎腳踏車那裡 騎腳踏車那裡 我搭出來在做嘛 都要轉鬧鐘 我也告訴我 轉什麼鬧鐘 那個人不真正 我時間到了自己起來 他都... 那時候都做到點 半夜晚上一、兩點 都點完 收大收都點完 三點完就要自己趁起來 然後打腳的車 到一百兩關、八百兩關 這樣慢慢我坐下來 我自小時候 他客氣不好看 我爸爸就說 他沒車 出來洗碗做 抗工就好了 就說出來洗碗 十六個去做 做到真正的 吳鴻志從小就不愛念書 為了學得一技之長 他放棄了升學的機會 在店裡好好的傳承 爸爸的手藝 當初我對我爸爸在學的心就是 我都打開 煞也比較快 我如果阿煞好 他煞味就這樣 直接吃進去 然後還有那個鴨山 看起來就很壯觀 阿蟹剛出爐之後 他要讓他的皮膚熟 吃的感覺是 半天前後的那個肉 有稍微溫溫 還有水分 還有吃點Q彈 還有軟水 那很好吃 鴨肉經過慢火燜煮 大約經過一個小時 散發出淡淡的鮮肉香氣 但光是這樣還不夠 蒸煮過的鴨肉 要以糖燒製 使表皮金黃 才會帶著濃郁煙燻的香氣 第一時間 你把鴨子放下去 還會有感覺 盡量不要讓它 照黃色煙出來 你以後黃色煙出來 對不對 你要夾一下 其實夾一下 液體越重 就是它的分量 都紅燈 它就沒有那個東西 鴨皮 黃鴨 黃色的煙 煙出來對不對 你如果還要有更黑的 就夾一下 做這個就可以了 夾一下之後 關燃火 還不可以運動 太過關 今天就漂亮 它再有更冷 會變得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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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煙燻的顏色 它這個顏色更乾 故意的 我不要讓它太深 因為太深就感覺比較乾 這些都是今年累月 累積經驗的判斷 吳洪志從國小 就要幫忙下廚 磨練出一身廚房的功夫 悶熱狹窄的廚房裡 就像三溫暖一般 考驗著耐心和經驗 我們這個肉燥要炒的話 就是這個鍋完了 就肉燥可以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就先翻炒一下 炒到全部油都蓋過去肉燥 這樣就可以放香料了 肉燥問題也是我爸爸 這是早上的蚵仔有蚵 帶人的大米蚵 有在插肉燥 肉燥就是我們的家傳事業 這都是要慢慢學習 慢慢經驗 才能達到那個標準 最重要的靈魂 就是要專心 炒這個都要很專心 剛回來接手一定會有失敗 不可能一次就做成功 會失敗很多次 爸爸就被打拼罵 就會順便說 不是這樣子 做出來這樣 做錯了才知道 做那麼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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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現煮現切的鴨肉 經過煙燻 搭配肥瘦適中的乳肉 堆疊出迷人的風味 除了鴨肉飯 有些人會搭配冬粉 吃來鹹香入味 加上一碗綜合下水湯 喝了暖胃也暖身 現在老店傳到第三代 除了延續美味 來到這兒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點餐都不用寫單畫單 只要講過一遍 老闆就能記得 來 要內用外帶 我要外帶 好 加老闆一大一小 好 加新乾湯兩碗 好 綜合加水乾的一份 好 加米血一份 好 請問一下要多燙青菜 今天是菠菜 那一份燙一大一小鴨 好 就這樣 裡面取餐 先生外帶一大一小鴨 米血 青菜 綜合乾的 跟兩個新乾湯 您看看這長長的人容隊伍 點餐真是對老闆的記憶大考驗 那你覺得老闆記性好不好 非常的好 記性很好 因為我前面 前面一個應該點了 可能有七八樣 七八道菜 他全都記得了 真的嗎 然後他就繼續拿下一位 就顧客的訂單 不用花單 不用 他全部都記得 厲害 所以你記性一定都很好嗎 也沒有啦 就是慢慢訓練出來了 每個客人就是會插腰這樣看你 對啊 因為他覺得 是我動作太慢 他就說 做出來怎麼樣 就是慢慢來 我就會請教爸爸 因為爸爸就是做二、三十年 對啊 身邊就有個老師 可以問他 他鴨肉很嫩 然後很多汁 然後味道也很好 就真的很棒 然後他肉燥也有那種肥肉在裡面 然後吃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很香 那個香氣就全部湧上來 那個肉燥很濃稠 還有會黏 會黏黏 這樣啦 台灣說黏黏 真的很好吃 那它的鴨肉 就是有一定的大小 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很新鮮 你吃多久 吃差不多四十幾年 有了 有時候客人會誇獎我 沒關係 我會害羞 這樣 誇獎你什麼 比如說機力很好啊 不輸爸爸啊 或是說 就是跟爸爸以前一樣啊 我就蠻開心的 畢竟就是 太好 如果做到傳承這個步驟 做到什麼樣程度了 先做到百年老店 目標 目標 走過一匹子的好味道 除了有著經濟實惠的 數名美味 成功的背後 有三代齊心 努力打聽的精神 還有那一份知足感恩的心 在基隆有一間全台最狂的加熱爐味攤 每一道營業時間店裡總是老淚滾滾 老闆會用大掃門一直喊著加菜加菜 因為這裡不管你買多買少 老闆就是會端上桌的超級大蓮盆 而裡頭都是滿滿的青菜都是送的 吃不夠還可以在家 吃到客人紛紛求饒 而這間佛心小店已經開業了16年 在地人都說這是基隆人的都市傳說 菜來囉 來囉 這家店為什麼門口都是這個 你進來的時候 進來的時候老闆會先跟你講 愛你喔 他會一直看著你 是不是不夠吃 麻煩的高麗菜 來… 一吃 麻煩的高麗菜 加油 不夠再加 在基隆之間開業16年的 加熱滷味開 一年三百六楚天 天天傍晚上演老闆和客人 隔岸校正 過來… 喂 沒問題啊 大胃王來了是不是 大胃的來了 大胃的來了 我不怕你 我就是我也不怕你啊 上門客人都知道 人稱老爺的胡承昊 只要聽到有人喊出 加菜這兩個關鍵字 六三歲的他馬上 腎上腺素大爆發 來了…快點… 來… 餵頭一份30人起跳的青菜 像是豆芽 高麗菜 小白菜 在這邊竟然能夠免費 一直加加加 要我加菜要一次上去啊 有… 麻煩的來吧 老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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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麻煩的來菜 大家一起來吃的時候 老闆看到人多也很High 那就幫我們加很多菜 然後幫我們加很多菜 我們就覺得 大家越吃越開心 那其實分一分OK啦 也不會很多啦 但是就好玩 第一次真的是有點驚豔到 兩三次就知道要加熱 對…這個朋友過來 老闆的屁靠心靠 對 然後吃起來就我覺得 心情那屁靠心靠很 很香喔 就是非常的好嘛 五個人 基隆在地人都知道 要互碰與伴 不過很多不知情的外地客 都傻住了 愛你 愛你 特別愛你 加油 大概在玩120 CP值也太高了吧 為小孩子服裝的分量 有這麼多 嚇到太多了 兩位 菜不夠在家好不好 不收錢的 CP值高還有這一項 滷味不限時間吃到飽 吃不完還可以打包加菜 再裝滿 打包 好… 再加上滿滿的愛 你看 加油 聽了 幾乎十個客人上門 九個都像吃完喜酒 帶大包回家 在台灣打燈籠 絕對找不到第二間 於是這間加熱滷味 成了基隆人的都市傳說 來 教官要加菜嗎 加 吃飽…明天會更好 加油 明天會更好 加油 明天會太多了 明天會太多了 明天會來 結果一試以後 就離不開他了 是一餐第三餐 因為我知道這老闆大氣嘛 不在乎嘛 既然不在乎對不對 他送得開心 我也吃得快樂 他不賺錢跟我有什麼關係 人家人家會覺得 老闆會倒店 他不會倒的 他要倒他不會開這麼多年 他真的倒 他可能開個兩個月就倒了 你看他肚子就知道了 因為是金條 用大的碗的話 豆瓦菜大概夾兩個人 他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對 要再裝了 那 那 一千一百五十幾 富士傳說中的老闆洪成浩 十六年前 他從科技業總經理退下來 所以做生意有點霸氣 最不喜歡聽到少或小字 所以這邊最小碗直接去坊間的 超大碗起跳 再來就是超大尺寸的 補鏽鋼大骨盆 小愛的盆子 鍾愛 來個大愛 大家要請教好了 加油… 不用 你夾幾二三十塊 我豆芽加十斤給你 高麗菜加五斤給你 綠色菜加五斤起跳 滿滿的愛 滿滿的愛 加油 現在長得很貴 你可以少一點 他說沒有關係 好 下去了 也是這樣滿滿的愛 對啊 有時候我們就會說 拍誰啦… 拍誰啦 我們只要跟他拍誰才 就拍心了 想把房租付得出來 水借付得出來 再一天就好了 來 滷味來囉 小心燙喔 滿滿的愛 老爺做生意講求不利多消 而且滷味食材也是佛心價 種類多達八九十種 像是魚餃 丸子甜不辣 腱子肉 滿坑滿骨 所以找不到東西啊 所以我還整齊 那些客人習慣了 我的東西再拿再來 他們都知道了 在固定 豬鐵糕 百葉 大豆干 他們來你往那邊去就好了 另外還有雞龍才吃得到 把魚漿用手工烤出來的吉古拉 跟這個超級好吃的台式馬卡龍 因為它是由豬小腸 來灌這個蛋的汁液 然後它加熱之後 它的這個豬腸它會稍微內縮一點 然後就把這個蛋液所擠出來 然後就像一個馬卡龍一樣 然後這個蛋液又吸收了 它這個滷汁的這個香氣 然後咬下去真的是 這雙重的口味 真的是讓人家一吃 一口接一口 沒看到這豆芽菜都非常新鮮 我覺得它的食材 因為身體好食材 一定是非常新鮮的 菜本身你都是有健康嘛 你肉類就不見得 肉類搞不好擋固醇啊 那我說你擠菜多吃點 為你肉多吃了 就可以綜合掉了 就沒問題了 老爺的加熱滷味 除了加菜不用錢 滷味中藥湯頭跟醬汁 也是堪稱一絕 加上都是一份一份個別煮 火候拿捏得很準 從打地雞的高麗菜開始 都會在沸騰中藥滷之中 煮到入味 不是熟就好啦 有的東西煮過頭了也不行 要煮得爛掉 尤其說得累你一定要冷凍 到底有沒有裡面有煮什麼 你不知道 所以你要有時候要浮起來了 來煮一下 這個OK 煮好的滷味還會淋上 這濃稠的獨門醬汁 這個特色它香 有它香 然後有蒜 有加了蒜泥在裡面 讓我常跟客人看一下 我們家的醬汁 可以殺菌的喔 發現為什麼殺菌 蒜頭啊 它燙頭味道很棒 有沙茶的味道 是青菜的時候 配它的味道就覺得 有味道 青菜滿好吃的 味道是比較帶甜的對不對 對 帶甜是因為青菜多的時候 它味道吃起來會有甜味出來 胡秀剛已經快買出來 還會再鋪上大量的豆芽菜 跟綠色青菜 煎到讓人大吃一斤 它為了美觀好看 然後帶綠色會比較好 豆芽菜一斤 因為我覺得量多嘛 九塊 他們正常都大概十五塊錢一斤 雖然說豆芽菜便宜 但配上老爺的滷汁就是好吃 所以很多客人就是衝著它而來 你打算要給它多少 大約五斤烤不掉 烤不掉 對 謝謝老闆 愛你喔 不要怕 要回家豆芽吃不夠再快 我再吃五斤給你 太好了 麻煩的 你看 應該175 好了 謝謝 所以這樣吃得完嗎 你一個人 應該 可能要分 可能要分兩三千吃 但老闆的愛情不很浪費 很讚 老闆謝謝 老闆謝謝 好 對啊 總是跟客人打成一片的老爺 他的人生背後很有故事 他是越南華僑 民國五十年 出生在香港 後來被媽媽帶到越南 跟阿公過生活 九歲時候遇到了越戰 很像可以從天空 看到子彈飛來飛去 這樣打 然後坦克車都在西貢啊 西貝也要提案這樣這樣 每天都這樣打...這樣跑 從小印象非常深刻 越南淪陷之後 他跟著媽媽來到台灣 在他童年記憶中 沒有爸爸的角色 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媽說 你不要死掉了 不要理他 好吧 我還能怎麼辦 那小孩不懂事 喔 死掉啊 我們理他 那木在哪裡 那時候我們沒有問題 就要有以上在越南吧 老爺在台灣求學 當兵退伍之後 他從電子工廠作業業員開始 一路做到總經理 後來因為不想去大陸工作 所以46歲的他中年轉業 在細紙賣起雞排跟珍奶 雞排跟飲料也 電視台有報導過 所以因為房租漲房租啊 漲多少 漲三萬塊 從四萬五 漲三萬是七萬五 就這樣老爺一氣之下 轉移陣地 來到基隆這個點 愛吃滷味的他 也開了滷味店 不過這間店之前 是賣什麼倒什麼 加上他隔行如隔山 很多人都等著看他笑話 因為這間換了十二個行業 這間是不好做沒有錯 人算不如天算 你們少算一個我 我會拉賽 會別客人聊天 我滷味裡面 下了一堆感情在裡面 回首十六年前 剛賣滷味被課人嫌 當時他前徐應對 慢慢做出了口碑 但最早會開始佛心經營 是從幫助學生開始 我還進到我記得六點多了 他買老闆我可以買一包王子麵嗎 我可以啊 那多少十五塊啊 我就幫他加芹菜 然後偷偷加了兩顆心經營 給他這樣子 他看吃得很滿足喔 他也不好意思啊 跟我笑一笑 然後就離開了 到現在都生小孩了 從少女變少婦耶 都吃到出來的 你看他也在吃 我看他有個心經營 我老公也很愛吃啊 每次買一大鍋回去 然後都要分兩鍋 因為家底的鍋子跟我放不下 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所以特別都會來這邊 有餐這樣 然後回到家之後 可能都爸媽煮好了 就說 你吃飯喔 我頭都要講得很重 很重 不僅學生能加菜 附近的阿兵哥也沒錢 他同樣旅路均沾 我一直在下輩子說 老闆 為什麼 他們學生去的 有菜加那麼多 我們為什麼沒有 我說好吧 那就來吧 大家一視同仁啦 越加越多 然後從那個豆芽菜 高麗菜 而且到綠色菜 綠色小白菜 青江啊 以前的學生吃到長大 出社會 還常常會回來跟老爺捧場 因為這是一種情感 你喔 你吃一下要長久了 大家想耳朵都癢了 有人上班了 上得很辛苦的一天 趕快被主管念了一下 今年不晚來買個滷味吃一次 好棒喔 整個幸運就很愉快 就回家了 小小滷味攤 不僅能讓客人開胃大笑 也能給人家吃飯 從下午四點開始營業 到晚上十點 總是大排長龍 老闆好 豆芽 蔥酸菜加嗎 加 我菜可以要多嗎 可以 我要給你滿滿的愛喔 老爺總是給人滿滿的愛 但從小他認為 父親已經不在人世 不過八年前 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 原來又年時 父母親離異 又碰上越戰 爸爸去了美國 兩人在碰面 已經是五十五年之後了 一家那時候很難過耶 沒辦法形容 不曉得 叫爸爸來叫什麼 當今天見面的時候 我叫阿貝 後來回去之後 跟我通電話 我才電玩一下爸爸 因為我不想看到他 我不好意思講 中心彌補的親情更是以往 如同老爺對客人的好 要送給人家的免費青菜 都是今晨六點去菜市場 整箱批回來 你知道有時候去市場買菜 這招七毒啊 他們認得我 對啊 他說薄熙老闆來 薄熙老闆來 我不能跪 我不能跪 他認我菜不是拿來賣的 不是盈利的嘛 早上八點開始洗菜備料 菜月有受損的就不要 青菜一定隨喜兩遍也上 而像這樓四百元買來的 宜蘭高山高麗菜 為了口感更好 一般人會吃得硬梗 他寧可切掉不用 如果有客人單點 這麼一大包 足足八兩種的高麗菜 只賣三十元 沒心急的老爺 很誠實地把成本算給大家看 高麗菜這一人賣完就三百塊 剛才那個錢 就這裡還在那邊啊 還沒包啊 你四百塊給我 我剩下給客人吃啊 我沒有虧到啊 即便是颱風淹水 菜價上漲 老爺的份量完全沒縮水 是我給你的一概不加錢 最高是因為我買過一把 一斤半左右六百塊 客人給你講說要收多少錢 我還是給啊 便宜的時候就是我賺啊 胡承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不休息 只有除夕休半天 每天只睡三小時的他 今年累月下來 也賣出了一身病痛 冠節這邊已經機械炎了 然後這邊旋轉機 兩個手都受傷 每次太多煮不停 然後每次要靠吃藥 每天得吃止痛藥的他 三年半前加上脊椎也受傷 他很下心來要退休 我們消費者 會會佩服他們 打到上千通電話 老闆你認不出來做啊 我知道你脊椎受傷 出來出來啦 你說滷味好吃喔 真的嗎 哪會好吃啊 我們叫滷味最難吃啦 我就這樣講 你知道你不要騙我的 逆向操作啊 什麼講難吃其實好吃 好啦 那我去考慮一下啦 那後來我就 好吧 讓我出來吧 老爺重出江湖的消息一傳出 老客人又回籠 天天上演 老闆和客人笑成一片 佛心的基隆都市傳說 繼續上演下去 我們很多客人 老闆 你做了十六年耶 你不怕虧嗎 對不起 我虧了十六年 要邁向賠第十七年 在萬物起漲的年代 居然能夠吃到一顆 只要二點五元的水餃 這家麵店就在台南南區 招牌的韭菜水餃 如果你點二十顆也只要五十元 價格是相當的佛心 客人還會搭配上一碗 只要十五元的餛飩湯 每一顆餛飩都是 渾圓紮實充滿肉香 老闆路德華以前是里長 他希望能夠回饋鄉裡 所以水餃 餛飩湯還有麻醬麵 通通都是銅板架 常常還沒有營業 就已經排起了常常人籠 他們家的人潮就是 你會看到就是絡意不絕 到了快接近中午 正中午十二點的時候 你排隊要排很久 大概通常都要排到快一個小時 這邊很...在地人都知道 對 就我們南區附近的 這個居民大家都知道 很有名氣 人家說里長不過 一定會背 對 就是在講咖 之間會在台南小巷的小攤子 很有在地位 客人就坐在店家吃飯 老闆盧德華以前是三任老里長 賣的品項是地面 水餃跟乳味 牆上紅紙毛筆寫的價目表 是低到不能再低 價錢全台最殺 只要外頭三分之一 客人上門就像在走自家道咖 沒有人在計較價錢 我們要去 什麼 什麼 拿筆尾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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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棍的大鍋裡頭 把水餃 餛飩跟麵條下鍋 用的都是阿嬤 怕你餓的份量 下去煮 像一碗15元的餛飩湯 裡頭就有5顆餛飩 跟黃潤30元小碗乾麵 麵條多到滿出來 淋上肉燥和麻醬 濃濃的雙醬滋味 迎面撲鼻 簡單用筷子攪拌兩下 一條條細麵 耙附著鹹香的醬料 麵條軟Q很有嚼勁 吃一碗就很飽足 它的麻醬香味是還滿夠的 因為我們點小碗的一碗 就還滿滿的這樣 然後一碗就算死了 你就嚇到嗎 沒有 我們兩個人吃都吃不完 因為還想要吃其他的東西 那你就可能要兩個一起分享 要不然女生可能沒辦法 味道還算滿滿的這樣 構造也很多 有點浮誇 現在很浮誇 很浮誇的 我們是從茄定 高雄市茄町那邊過來 那你殺到台南來吃就對了 對 為什麼 因為便宜 我們如果開車來這邊吃 再回去 很花得來啊 客人願意遠到來 除了是好吃 更重要的是支持老里長一家人 這近二十年來 動漲價錢的丁金幣 只是無奈近年物價飆漲 很多老客人都生怕店會倒 去年底盧德華 只好稍微調漲一點點 匯別十元的湯品漲了五元 但最便宜的水餃只漲了五毛 專頂工錢而已啦 都給自己的工啦 自己的房子啦 不用租啦 要不然要請人家啦 還要房子啦 一桶沙拉有以前三公升的 一百塊啦 現在一百七十塊啦 有的客人說你終於漲了喔 等你漲你都不漲 還有一份豬頭皮 還有小乾麵喔 沒有這個加起來十塊 大概是十塊 十塊以上 都十塊 十塊 好 小店最便宜的就煮這2.5元的 超低價格手工韭菜水餃 個頭size比一般仿价還大 裡頭用料不滿乎 現欠的韭菜都是Lidiumma 一早到市場採買的新鮮食材 首欠的翠綠色韭菜丁 或是肥瘦均的豬腳肉 是店裡頭的明星商品 韭菜的話 差不多 一千多粒了 高年蝦的話 是我妹妹在做 那也是一千多粒嗎 差不多三四千粒 煮熟的韭菜水餃 透出淡淡綠光 一看就知道餡料 多到快爆滿出來 吃起來皮膚軟嫩 濃郁的韭菜香 在嘴裡頭回蕩 韭菜就是它的韭菜的那個香氣是非常夠的 嘴角皮它就是QQ的 然後它不會厚 就是薄薄的 主要是它的肉餡是多的 多的 對 很飽滿這樣 主要它的肉跟韭菜的鮮度是很新鮮的 你說一樣自駕 對啦 它們因為它們自己包的 不會向外面說 我要跟人家再買回來再賣給你 對 所以它相信它價格就便宜 對 比較便宜 除了韭菜香氣十足 另外高麗菜水餃也很熱門 被泡泡的水餃皮 包入清爽的高麗菜餡 每一顆同樣料好實在 我們來的話 二十顆 我們都叫二十顆 一次都叫二十顆 這吃得很飽嗎 是 超飽的好不好 你應該二十顆 才五十塊 基本上現在 物價上升 外面是也吃不到這個價格 但是它的水餃 倒下去是很飽滿 然後是以新鮮取勝 話說很多上門客人都會好奇 老里長他這樣開店是在賺什麼 其實從盧德華父親阿伯 就是在靠賣麵為生 後來換他接手之後 二十年來考量到南部生活不易 所以就再也沒有調整過價錢 沒想到生意越來越好 所以很多客人 就慫恿他去選里長 我們在這裡賣 南面很認識 很多裡面都知道 以前說 李長 什麼名 有的不知道都說劉德華 劉德華 因為你姓魯 叫德華 對 大家都知道 任何乾脆出來選里長 沒想到第一次選里長 雖然高人氣卻落選 但盧德華還是很想要熱心公益 為民服務 剛好跟神明有這段緣分 第一次沒有中 沒有中以後 就跟管德尊王結宴 結宴了後 後來再繼續為民服務 那就好 我答應你 眾神要幫助你 把你好好 要好好的做 好好會做 結果出來選就選上了 三屆的里長十二年 這一里到目前是我當最久的 他連任了三屆里長 即便失戀之後 他同樣堅持面臉價錢 要讓大家吃得起 在賣一賣的話 就叫個朋友 也算一種服務 也算一種服務 先跟我們大家 這個客人來幫忙 這樣可以繼續 大家來服務 雖然莉莉壞人做 但盧德華還是繼續用他的熱心 餵飽上門的客人 像莉莉莉馬 每天獻爐的海帶 是懂吃的客人必點的小菜 他特別挑選市價上萬元的 日本豐富 他以前是沒有這麼貴 可是一直長 長到現在 那二十公斤就一萬三千七 一萬多塊啊 對啊 怎麼用得下去 客人就喜歡啦 我們就用習慣了啦 我們本來利潤就比較少了 所以說還是繼續賣 它的海帶 你吃起來那個感覺 不會像外面吃起來那麼硬 他們滷味都滷完之後 他們還是會加 還是會加一點醬油 醬油 香油 所以他們吃起來 我覺得口味是 對我們南部人這樣吃的話 是非常不錯的 他們家就是很傳統 很簡單就是利用食材那種新鮮 單純醬油這樣滷了 豆干的話也是還滿Q彈的 就是不會爛爛的 對 豆香還不錯 我們的那個配料都用好的 都用好的 最好的 不是說賣朋友就用壞的 沒有 因為我們也自己在吃啦 我如果在營養子 小孩都在玩家裡 怎麼 媽媽要吃水餡 媽媽要出名 人不配料 好 拿到 給auger 另外向吃飯吃麵搭配的餛飩湯 都是盧倫華的大兒子 每天現包 我不會虧本 就是算是幾個公錢 對 所以東西都是自己包 一碗樸實無華的餛飩湯 超滿價格 裡頭又五顆餛飩 小小一碗却使不少客人 暖味的汤品 混沌选用肥瘦比例 三比七的猪絞肉 外皮柔滑内馅味浓鲜香 喝上一口暖呼呼的大腹高汤 令人心满意足 他们混沌的口味 它也是因为我们南部的 可能比较偏比较重一点的口味 所以它相声对着味道起来 就会让你感觉比较丰富 多半时间负责端东西的卢全林 当初他也想去外头工作 但这样想想就得花钱请人帮忙 卖的东西价钱就会涨价 所以他决定还是留在家里头 一间小巷子里头三十多年的老理掌面店 卢德华一家人 有南台湾人的热情 用全台湾最便宜的价钱 跟朴实无豪的美味 征服了每天排队的人山人海 在台中有一间350元吃到饱的酸菜白肉锅 除了可以无限加汤加料 就连韭菜盒子猪肉馅饼跟卤味 也通通让大家吃到饱CP值超高 所以店里总是一位难求 个性开朗的老板曾立忠 三十多年前从空军的士官长退伍之后 开了一间传菜馆 不料一场无情货烧了整家店 让他损失了上百万 好不容易重启炉灶 生意才上了轨道却突然中风 究竟他是如何走过人生低潮的呢 一起來看 晚上六点一到 这一家吃到饱的酸菜白肉锅 一眼望去 只见座无虚席的人潮 客人红彤彤的脸颊 搭配大大满足的表情 暖和了这个寒冷的天气 来了 帮你加火锅 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 有 有喔 在这边吃饭跟在家里吃饭一样 妈妈煮菜不用点餐 她会一直帮你加 很温暖 很适合 冬天变冷的时候来 店是比较小 可是就是东西好吃的话 就可以来试试看 很热情 对啊 就是会很像回家的感觉 非常好 过去拿好几次 为什么 因为太好吃了 刚才很甜 刚刚好 不会 就是下到好处那种 对 不会太酸 然后又有带有酸味的甜 最好吃的馅皮来一个 哇 韭菜盒 吃完可以再加 来 还点辣肉怎么样 好棒喔 你看 你们看都没有吃完喔 还继续努力喔 把刚出炉 热腾腾的美味 豪迈的往客人盘子里放 不只酸菜白肉锅吃到饱 道地的湖南腊肉 还有别的地方吃不到的酸豆腊肉炒饭 手工葱油饼 韭菜盒 猪肉馅饼等北方面食 不怕你吃 就怕你吃不饱 展现满满的诚意 从来白坡它汤头就是酸 但是不腻 然后吃了可以就是会回甘 然后又想要吃别的东西 就一直吃 350块然后就老板娘就会一直上 很多菜让你吃 让你选择你想要吃的 然后你就无限的蓄点这样子 很棒喔 那这个酸菜的味道 跟别的店不太一样 他们的小菜真的煮得很好 我们很大的因素是因为 他们的小菜才来吃这个东西 好料一箩筐 加上热情的服务 人情味满到溢出来 这里越夜越美丽 还不要来点音乐啊 炒饭 是不是 切葱油饼 刚开始葱油饼 切菜 所有的炒饭 再叫做食物 造型喜感又充满活力的 是館长曾丽忠 独一无二的充电炮发型 展现他独特的个人魅力 他总是能够带动现场的气氛 把客人逗得笑呵呵 他很喜欢带动那个气氛 他有时候上菜上了一半 就跟客人说 因为觉得我今天上菜得很好 然后就会跟客人来点掌声吧 好吧其实一直有个明星梦 我觉得 祖籍湖南 出生在战地马祖的曾丽中 因为物资缺乏 家境并不宽裕 一家八口六个兄弟姐妹 只能住在三平大的房子里 懂事的他希望能早日分摊佳绩 于是十五岁就来台从军 因为职一聚人就是比较 生活比较安定 因为那时候没有赌输的话 当兵的话是一个蛮好的出路 于是曾丽忠一路做到士官长 三十岁退伍 当时已有家庭的他 为了想赚取更多的钱 于是创业开了间川菜小馆 没想到开业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把无情火把整间店烧得金光 一夕之间心血化成灰烬 店面就烧掉了 像这个一样两个店面烧了 剩下一边重装备 炉子都没有烧掉 等于那个时候正好 我弟弟出车祸 爸爸然后妹妹 每次就中风了 餐厅被大火烧了 爸爸跟弟弟两个人又卧病在床 一家的生计都靠曾丽忠 他只好摆路边滩为生 另起炉灶 不服输的他认为 这是老天爷给的使命和考验 于是他在路边滩 卖起了北方面食 我一家 我一家 皮薄腺多 腺要多 腺好多喔 腺要很多 吃了才会饱 我怕客人吃 我怕客人吃 客人吃得好 小学 放学回家就做饼 我做最多了 他有什么样的角色 手要用力 手要出力喔 手要出力 带到 基本上外面会比较薄 里面会稍微比较厚一点 我以前觉得很简单 有一次叫我朋友来玩 他赶老半天都赶不出来 这么简单 你不愧呢 嗓门大总是挂着笑容的安安 骨子里有着老爸乐观开朗的个性 与其说不怕吃苦 不如说他非常地享受这样的工作 因为我喜欢吃美食 所以爸爸很会煮菜 所以我觉得我家还蛮快乐 所以我不觉得我家很穷 但其实蛮穷的啦 我妈说那时候 爸爸就是要做两份工作 然后妈妈也是有在做两份工作 一起养家糊口 一家人互相鼓励打气 日子虽然贫困 但曾立中没有半点的怨言 对他而言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亲情 但几年前 爸爸跟弟弟依旧不敌并魔 相继过世 他虽然难过不舍 却也只能放下 这个菜心最好吃的这个白菜心 先把它挖走 这个黄金白菜 黄金白菜 就是越里面越黄金色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我们酸白菜 都是这种黄金色很漂亮的 基本上这个蔬菜新鲜 然后有甜 就是自然发酵甜香味 就菜煮起来就很好吃 酸白菜就是曾立中 从小最常吃的家常菜 耳濡目染 打从九岁开始 便练就一身烟漬酸白菜的好风食 假如爸爸很多朋友 都到我们家吃饭了 爸爸很好客 吃饭了就总会有个锅 辣子鸡丁 爸爸跟你们爱吃辣 湖南人最爱吃辣 湖南辣肉 因为在当地生活 比较枯燥无味 他们老乡聚在一起 就可以聊天 三立中回忆起过往 因为爸爸很好客 妈妈每年都忙着 做辣肉等家常菜 家乡美食的味道 便是记忆中最美的回忆 所以他决定开一间 酸菜白肉火锅 结合家乡菜吃到饱的餐厅 两个女儿 就是最好的得力助手 我们家认证第一名是妹妹 妹是皂丸子之身 我偶尔打打杂而已 趁肉还很新鲜的时候 最新鲜当天问题 猪肉就赶快把它做起来 这样让它新鲜都锁在里面 这个东西手工做一定是特别好吃 你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料 用手工做东西特别有温度 特别好吃 手工丸子每天新鲜现做 吃起来口感Q弹又多汁 大人小孩都很爱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发酵 白菜散发最自然的酸香滋味 汤头入口回甘 馅杆馅煎的葱油饼 葱放很多 饼皮扎实有嚼劲 猪肉馅饼饼皮吃起来 有点酥脆感 一口咬下时要当心 猪肉馅的肉汁会爆浆喷出 口感非常有层次 从火锅到每一道小菜 都可以感受到 士官长一家人的用心 因为CP值高 所以培养了不少死忠的客人 但老天给他们的考验 却是一个接着一个 当天就是脑海里面 整个就凉了 整个都麻了 当时曾立中突发性的中风 脑出血 昏迷指数三 家里的精神支柱倒了 全家生活都乱了套 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手不会动脚也不会动 然后医生还跟我们讲说 要讨论要继续急救 还是说要放弃治疗 尽管连医生都不抱希望 一家人却不愿意放弃 乐观地相信 曾立中一定会醒过来 第二天的时候给他看照片 第三天他有一些简单的反应了 我告诉你不要急 你慢慢来 我们都在等你 这段时间大概经历了四个月 才能一留一点起色 家人的不离不弃与耐心 加上曾立中坚强的意志力 从四月中风昏迷 无法自主行动 经过慢慢的復健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奇迹终于出现 曾立中不但可以站起来行走 还可以回到餐厅 做着他喜爱的事情 这个烙肉它会在收缩 在晒完 在虚弯它会变小 三斤变两斤 三斤变两斤 缩水就对了 缩水 就跟牛肉烧火会变小一样 它水分掉以后就变小 腊肉 满满的腊肉丝 生豆跟腊肉种植在一起 吃起来不会油腻的 刚刚好 会不会吃力 有一点 好 换手10秒 接棒10秒 有点两个 有点要直走 接棒10秒 然后手还会走的还是会穿 都会麻 大家加点汤 加点汤 好 各位来宾 四官两天满开心 这么多人用汤 就做我们的阿牌旗 是想要唱首歌献给大家 好 好 嘉宾 好 嘉宾 赤 事光已是永不悔 往事只能回味 好 counter 真的吗 学会放下 活在当下 面对生命的无常 生命中相信 苦难中就会过去 还用乐观的心迎接人生的哪个挑战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老板胡承浩 用人情味满满大脸盆卤味 让每一位上门的客人 使得心满意足满载而归 以及吴虹之一家人齐心 就是要把飘香一夹子的米其林小吃 传承下去 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丁采人生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全球观众 一起上近一集的台湾YouTube 按下订阅跟分享 我是怡婷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